四部分的話呢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23頁的地方 基本上的話呢 這個邏輯啦 架構啊 其實跟前面的程式 基本上呢 還蠻像的喔 其實基本上你會發現喔 主要差別 就是多了這個啦 這個串列 OK 這個所謂的串列喔 它的形態一定是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結尾 OK 另外的話呢 裡面其實就是放一個所謂的那個 類似清單的一個資料喔 也就是 假如說你將來的資料不只一筆喔 可能多筆的話 有點像從資料庫裡面撈資料 或者是從網頁裡面撈大量的資料的話 那建議就直接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它的結構一定是 中瓜湖 中間的話加豆點 反正就把資料分割開來 編號的話一定是從零開始 所以ms 中瓜湖結尾就是抓到第1個 第2個 第3個 OK 一時類推 那如果說呢 假如說喔 我希望把這個file回圈喔 假設來因為你會發現這個 呃 程式的話基本上喔 它沒有 次數的限制 也就是它其實喔 你隨便輸入 它可能怎麼樣 一直輸入 除非說它怎麼樣 一定要答對為止 OK喔 那 假如說你一直答錯的話 那當然它程式就跳不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喔 也就是說呢 當它這個裡面 兩個 輸入的詞 跟亂數的詞 兩邊是match的話 它才會出現喔 那個答對了 那為什麼這個 這個程式有 是有bug 我把它停一下喔 看一下 也就是當m等於m 啊 那 如果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執行一下 再一次喔 tue 這個卡輸入 又有月 出入6月 出入6月也不正經 我看一下 這個程式的話 呃 理論上如果抓到 應該是6喔 3 4 5 月 6 月 OK 沒錯 第6個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來 剛剛 程式再把它重貼一下 因為喔 剛剛可能程式有些 有個地方出現錯誤啦 因為再找找看喔 比如說如果不正確的話 他一定是答錯 那 除非說他一定是 假設你輸入5月份喔 應該5月喔 答對 就答案正確 所以呢 不外乎就是true 兩個相等 就break 不外乎就是錯 錯的話呢 就回到前面這邊 繼續回答 所以你會發現喔 畫有Email號喔 這樣的架構呢 其實 還蠻OK的 因為以後如果說你要讓人家不斷回答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喔 他只能回答3次 就像我們之前講過的那個 前一題一樣 那第一個啦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 fileEmail號 改成for尾圈 所以這個我先把它註解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如果只能拆3次好了 那我可以在這邊打一個for 3次嘛 i in range 刮鬍 那一樣嘛 1 2 3的話 那你就是1 1.4 4的話停下來嘛 媽媽號 或者是說啦 因為那個range 它編號從0開始 你也可以0 斗點的話 斗點3也可以啦 因為0 1 2 2就跳離了嘛 那就等於是3次喔 那當然看各位啦 習慣的話呢 比較不會打錯的話 因為你1.4好了 OK 這樣子 那他 就會 跑總共有3次 OK 那就是跑第1次 跑第2次 跑第3次 欸 第3次如果還打錯的話 那當然喔 我們這個地方如果他還打錯 那我們就不讓他打了 那可以在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喔 可以把這個if的話 改成叫lif OK 好 lf 然後呢 在上面加一個if 因為 我要在這邊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呢 他打了 3次也沒答對 那我應該跟他警告一下 所以沒有答對的話 如果 m怎麼樣呢 等於 因為m裡面加跑一次跑2次跑3次嘛 所以 所以 這個假設次數的部分應該是 假如是i的 裡面的詞喔 等於3 意思就是他已經猜3次 而且還沒猜對 而且and 沒猜對的話就是什麼 m 不等於 mr 的話 冒號 然後就跟他講說printer 這邊可以printer printer跟他講說 你答了3次喔 而且你 還是沒猜對啦 那我就告訴你答案好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 2四頁 這邊其實就有啦 因為這個字 層次比較長喔 所以我直接拿這邊來參考 就是printer什麼呢 答錯囉 只能猜3次 答案為多少 我直接告訴你好了 OK 所以喔 如果我要把那個 呃 程式部分喔 改成什麼 改成只能猜3次的話 那可以這樣改 這邊有個錯誤 這個 而且這個 Ctrl Z 一下 printer 呃 如果 i 等於3 喔 而且 又等於m吧 這邊有個 語法錯誤 會不會是printer 縮牌的關係 嗯 我知心看一下 他這邊會出現 喔 這個啦 這邊應該是 兩個等號才對喔 因為打習慣VBA 那VBA裡面是打一個等號 這邊要兩個等號 所以喔 常常會犯錯 OK 所以這個兩個等號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隨便輸入一次錯 兩次錯 三次錯 那三次的嘛 1 2 3 三次的喔 有沒有 答錯了 只能夠拆3次 那答案為多少 OK 那就是只能拆3次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如果把剛剛這一題喔 也一樣改成 只能拆3次的話 該怎麼改 另外的話呢 關於那個 Python改VBA的版本 我這邊也給各位參考啦 那 至於說呢 如果你要用VBA來敘述來寫的話 可不可以 其實也 基本上是一樣的喔 差別只是說呢 在那個 VBA裡面的串列 那他的名稱叫array 就是 另外一個名稱叫正列 OK 其實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想要了解那個Python 怎麼樣改成VBA的 版本的話 這邊也有 在第24頁喔 那你當然可以 直接把程式貼到哪裡 貼到模組裡面 然後你可以把它執行一下 OK 這邊跳出來 其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喔 這是幾月呢 不用猜一個錯誤的 答錯了 July 那就7月吧 OK Enter 答案正確 那一樣離開 所以你會發現喔 雖然說呢那個 寫的地方不同 但是實際上邏輯都一模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 也許試試看喔 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試著做做看 我是把它放在 第24頁這裡 OK 試一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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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